好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往下去讲 我们再来往下去讲的话 就要去进入到后面的部分了 哪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蓝图的工程 这个蓝图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先给大家去抛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在这个Jungle当中 我们一上来所递到的第一步应该做的什么工作呀 Jungle Admin 然后 Start Project 去创建一个Project Project就是工程的意思 先创建出来一个工程 有了工程之后 再去创建最应的小的那种 Sat App吧 创建App应用 那你现在回过来看一下 在Flux当中的话 我们在程序里面一上来 就去创建出来的这样一个App 那你说这个App对应成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一定要清楚 在Flux里面所创建出来的 这个Flux对象的App呢 它并不是Jungle里面的那个App的概念 它跟App不是同级的 它跟谁同级呢 它跟那个工程Project 跟工程是同级的概念 那在Flux里面的话 它有没有一些小的应用模块的划分 就像张购里面App那种概念呢 它是有的 谁呢 这个蓝图就是那种东西了 你这个蓝图对应到张购里面那种小的App 那种小模块的划分了 这是我们先给大家的一个直观的结论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再来去看一下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咱们在这里面呢 为什么要去引入这个蓝图的这么一东西 没有蓝图 我们能不能去也去实现对应的小模块的划分呢 咱们先去写一个程序 比如说呢 我让人进行拆分的话 我可能就会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主的程序 其中能去 能把它制造的这个man.py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直接定应的相关的东西 然后呢 再从flask当中 找入这样一个类 然后呢 再直接创建appflask对应的 创建好这样之后呢 我们再给它定一个对应的主流油 比如说approte 然后对应的是主路径 再创建对应的十度函数 然后呢 直接在这里面return 比如说就相当于给它返回一个自不算 index.page 然后呢 再直接启动一下 放到这 这样一个主流程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说了 咱们在做这个flask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发现一上来就跟张狗不一样的 张狗一上来的话 就会把整个工程的目录结构呢 全都给我们划分开来 你要把试图定义在哪 你把ul定义在哪 你把model定义在哪 但是我们在去写flask的时候 发现所有东西通通全塞到一个文件当中了 所以这时候不方便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假使我们现在不去关心UIL 也不关心model 仅仅就看试图的时候都会发现 这个试图对应于整个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会对应到你web开发的这种功能逻辑上面 可能会划分出来小的功能模块 那就比如说大家在做张狗项目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现你给它划分成了一个什么用户模块啊 订单模块啊 或者商品模块 会划分成这样东西了 就会把一组逻辑呢 放到一个小的模块当中 那我们现在也想去做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开始的话 还没有去做内部操作的话 我们之前一上完呢 统统的全都是给它塞到这里面了 比如说我们再给它定一个模拟一下 这里面比如说有一个用户模块 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注册 register 然后对应一下对应的试图函数 register 然后呢比如说这返回一下 这是register page register page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个用户模块的话 我们仅仅只模拟它 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什么模块呢 可能还会有商品模块 所以呢把商品模块也放到这儿 比如说就把它叫做goose 然后比如说叫做这个getgoose 咱们就定义一下 叫做这样的一个getgoose 认识一下 然后这里面 比如说给它返回一个对应的信息 这是getgoose对应的配置页面 好我们把它放在这儿了 那放到这之后呢 随着我们的工程不断的将扩大的话 我们想要按照对应的功能 螺旗性的给它拆分 那拆分的话 最直观的结果 是不是相当于给它分到不同的文件里去做呀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现在去构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会作为一个模块 就是用户模块 所以把它叫做users 放过来之后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主文件当中 从这个东西 从主文件里面 把关于跟用户有关东西呢 给它摘出来 解析出来 再放到用户模块里面来 放到用户模块里面来的话 我们进行一下修改 UTF-8 然后呢在这里面看一下 那相对于在这里面 是不是还会用到APP对象呢 对吧 所以我还是从主文件当中 往过引 从MAN里面去把APP对象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直接使用的时候呢 APP.wrote就可以有了 相当于我已经拆出来一个 那相对应的MAN里面的话 可能咱们模拟的时候呢 还是去模拟了商品模块 那我们也把它给抽出来 比如就叫做goose 这个goose模块 然后呢 咱们也从主的程序当中往外去拆 拆过来之后呢 拆拆完了之后呢 直接c过来 放到这里面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它也是需要APP的 所以咱们从MAN当中 直接去导入APP 导入之后的话 这里面也有了 然后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 相当于我是按照Python的角度上面 去进行出发 然后呢 已经把它按照功能逻辑的方式 给拆出去之后 现在相当于有一个主的程序 作为启动程序 然后呢 还有相对应的两个这样的一个模块吧 对吧 然后咱们来去看一眼 我看一眼 我按照这样去拆分之后的话 我想看启动之前 看一眼当前plus应用程序里面的 整个路由列表里面 是不是真的能够纳入进去 那这个路由列表的话 咱们怎么去做 还有印象吗 是在APP当中有一个URL map吧 是查看它的 所以呢 咱们让它作为启动程序来看一眼 你看一眼 我以这个MAN点Python作为启动程序之后 你发现在这里面只有两条记录 一条记录是主斜线 主路由 那好了 就是当前模块人员所定义的 还有一东西就是斜线static 这是默认从下进来的吧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个最近的故事模块里面的 还有这个MAN模块 还有这个Use模块里的东西 是不是通通的都没有了 都丢掉了呀 对吧 原因在于哪啊 原因在于 当我以这个pythonman.py 作为启动文件的时候呢 相当于程序从上往下去执行吧 对吧 程序从上往下去执行的时候呢 从上一行一行进行解析 然后呢解析到这个地方 十行的时候你发现 你要给大家去补充一段 试图对应的路径有了 塞进去了 再往下去走的话 是不是就进行到 第十五行 十六行 十几行 十几行一直行 就已经运行起来了吧 他知道有这个goose模块存在 还有Use模块存在吗 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让他去使用的话 是不是得回过后来 得在这个man.py启动的时候 让你知道有goose.py的存在 让你知道goose.py里面有这个函数 也知道user.py里面也有这个函数 只要让他知道的话 那他是不是相当于就能够把这两个模块也塞进去了 对吧 所以咱们给他导入一下 那咱们一上来的话 咱们怎么给他导入呢 直接from 然后呢 从这个goose当中 我给你导入一下 之前存在过一个getgoose这样试图函数 再从这个users模块当中给你导入一下 刚才我们所写的这样的register 这是刚才咱们所定义的两个试图函数 我都给你导过来 导过来的话 我再以man.py作为启动程序 他从上往下去执行 执行到第五行的时候 是会发现得去导入一下goose模块啊 所以回过来就会进goose当中去执行一下 这时候一执行 他就肯定会发现app当中 我利用ab.root 已经给你c了一个试图函数了 那相对应的话 再往下去走的话 是相当于第六行users 再去导入这个user里面的register 他执行到这个地方的话 又可以去碰到app.root 一碰到这句话 就相当于又知道了 还要给你c进去来一个 叫做register路由 试图函数register 那你再往下去走的话 相当于就有了呀 然后我们让程序来去看一下 咱们让程序去看一下的时候 这时候发现 他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信息吧 报了一个什么错误信息呢 报的是不能导入吧 这跟我们之前所去见过的模块导入 凑数不一样了 之前所见过的导入的话 通常都是说模块不存在 或者找不到这个模块吧 但是你现在发现 他报的叫做不能导入 不能导入意思就相当于 他找到这个模块 只不过是导不进来吧 那他为什么导不进来呢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说的 叫做循环引运 或者叫做循环导入的概念 原因在于哪呢 这一点跟之前在县城里面去讲 那种思索是很类似的概念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咱们把这个 这个对应的是固子 那么先把固子放到一边 看一下好了 程序我是以谁的呢 我程序在运行的时候呢 是以闷点py作为启动程序的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左边是闷点py 右边是固子点py 左边的话 它是启动程序 从上往下去执行 从上往下去执行的时候呢 执行到第四行 第四行的话 导入plus了 没有问题 这样是执行到第五行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当左边执行到第五行这一步的时候呢 相当于要去从固子这个模块里面 导入一个叫做get固子这个函数了吧 那这个固子函数 这个模块是谁还没有发现过呢 好了 所以我继续导一下 就找到了这固子模块 找到这个固子模块的话 这固子模块 为了能够成功的导入进来 所以呢 它需要把整个模块过一遍之后 然后呢 才会把这个函数放过来 所以再来看一下 它在从上往下去解读固子这个模块的时候 执行到第四行的时候 看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又要进行导入了 它导入谁啊 要去从闷模块当中导入APP吧 闷模块谁 闷模块是不是还没去执行完呢 闷模块自己还没有形成完呢 它卡在第五步了 它卡在第五步的话 它相当于要向固子模块去索取这个函数 但是这个固子模块呢 它在去执行的时候呢 它也没有一个形成整个模块的概念 所以呢 它也卡到一半 它卡到一半的时候呢 它要去向左边去寻找APP这个东西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相当于两个人都已经僵持了 我在这个边的话 我是闷模块 但是我还没有执行完成之前 我得去跟你索要一个叫做 get固子的中心 然后呢 固子这边这个模块的话 它也没执行完 它卡在这个地方呢 它要向左边去寻找一遇的东西 结果两个人都卡在这个地方 谁也不能完成整个模块的构建 谁也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循环导入的概念 循环导入的概念的话 就相当于它要导入它 然后回回来 这个东西呢 又要导入这个东西 两个人就相当于循环导入 僵持下去 死锁了 就相当于出现了死锁的这种概念 那出现了死锁的这种概念的话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呢 我们在去解决这种循环导入的时候呢 有一种方法 有一种方法 哪一种方法呢 我们在项目当中会去给大家进行介绍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去提一下 什么东西呢 那只要是让僵持的双方有一方让步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让谁让人步呢 比如说我就让左边那个闷让步 然后怎么去做呢 我把这个东西 这五六行不是你要向对方去导入吗 对吧 所以我把它给你去掉 不让你一上来就放到这 那我给你放到哪呢 比如说我给你塞到一个函数里面去做 我给你塞到一个函数里面 你再去导入的时候 这时候相当于是不是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再来看一下 闷点PY是我做的一个起动程序 那好了 它从上往下去执行 然后呢 它从上往下去执行的时候呢 第四行 第八行 然后一直到第十一行 十二行的时候 这相当于是定义一个函数吧 你说定义函数的时候 会执行函数代码吗 不会吧 它并不会执行 并不会执行的话 我把导入东西给你塞到函数里面去做的时候 那你说就相当于这两句话 在从上往下去进行读的时候 肯定就用不到 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去导入的呢 你什么时候这个函数被调用 什么时候这两句话说才被执行的 所以就相当于采用这种方式 把导入模块的这个工作给你延迟了吧 一延迟的话 你再去导入这个闷 在解读闷的时候呢 从上往下去读 这里面只是函数定义 好了 我知道有种函数存在 就完事了 接下来就跳过函数代码 继续往下去走了 继续再往下走的话 相当于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都已经不再去向对方去导入去了 所以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之后呢 回过头来 当我去掉这个index函数的时候 那好了 我知道你要去从固数模块当中去导入东西了 那固数模块是谁呢 回过头来 再在固数模块当中去进行 往下去读取 他发现需要从你闷模块里面往过导 但是闷模块现在已经有一个完成的概念存在了 他已经有了 所以接下来他就能够直接的把EP读取过来了 所以呢这是去解决循环引用的一种方式 也就意味着说这种方式是哪种方式呢 这是循环引用 它的解决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推迟 推迟导入 推迟一方的导入 一方的导入 让另一方先完成 这是去解决这个循环引用的一种方法 谢谢大家